你的皮膚会讲话 这是张宝月对手染衣的坚持 主打天然舒服的品质 他将事业与兴趣结合 让更多人了解手染衣的舒适感 穿起来比较舒适 他比较偏向一般纯棉的材质 比较天然一点的纤维 手染衣虽然舒服却显为人知 张宝月不为创业困难 坚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一开始会面临他们这个手染比较不稳定 就是他们在染色的部分 颜色是不是定色会不会容易褪色什么 不流行啊 很少人会穿那个七型块状的服装 可能很少人做 这个市场不大很少人做 受到张宝月的影响 家人也开始接触手染衣 从排斥到接受 他们也传出自己的心得 因为太太的关系 我就接触 开始接触这个棉部的部分 没有接触过 有一种排斥的感觉 好几次勉强以后 我接受以后慢慢穿 我觉得这种衣服 它的质感 它跟我们生活的机能性 皮肤跟我们整个身体 好像蛮搭的 除了优良的品质 张宝月带客亲切做事用心 让许多客人试穿过后便爱不释手 我们十几人了 认识十几人了 他就是说宽宽松松的 可是你穿习惯了 这种衣服穿起来比较舒服 将衣服从物质提升到心灵的层次 对张宝月来说 手染衣是一件艺术品 能够让心情放松 保持生活愉悦 将兴趣转化为事业 手染方如今走过了二十年 在未来 张宝月仍会持续经营 让更多人知道 手染服的纯朴美好 记者黄怡静 杨洁婷 家医师报导